造口为什么会渗漏? 皮肤的部分比较少 甚至接触 甚至跟我们的皮肤是一样平的 这种状态就属于造口比较低平的状态 这种时候大便流出来就很容易流到周边皮肤 那么周边的皮肤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发红 皮肤破皮 痒等等这些症状 那么怎么样护理周边的皮肤呢? 下面我给你讲一讲 怎样预防造口 怎样使用造口配件